大家好,我是侦察院频道的主播老黄瓜,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频道,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的案件。 住在上世纪90年代那会,在东三省有这么几个黑帮组织,有几个黑帮老大,其中的蒋英库,蒋英库这人很厉害,脚踩黑白两道,杀检察官,什么都干,可以说是无恶不作。 有很多朋友听完之后,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今天咱们再说一个人,这个人比起蒋英库来,那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,这个人叫做刘勇,这个人可不得了,他的实力和阵仗都不容小觑。 这个人的一大特点,就是身兼数值,既是一家大型企业的老总,手里有三千多名员工,赚的钱那是多到无法想象。 同时他又是沈阳市的人大代表,沈阳市和平区的政协委员。 这个资历,怎么看都是一个模范人物,是企业的标杆,典范。 但其实,这仅仅只是一个表面,在他的手里边,除此之外,还掌握着一个无恶不作的黑帮团伙。 在他的命令和保护之下,这帮人那简直是无法无天。 举一个例子,就连国际巨星刘德华,都曾经在公开场合之下,被这个人打了一个大嘴巴子,让刘德华是颜面尽丧。 甚至,这件事后来,还牵扯到了任达华,赵本山等很多知名人物,这几个大明星都来极力地劝阻帮助处理。 如果没有这些人,刘德华当时真的可能就危险了。那这个人他怎么就这么嚣张呢? 今天就来详细地说一说,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东北黑帮头子刘勇。 他的背后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?刘勇这个人,他是出生于辽宁沈阳,学历不高,只有初中学历。 但他在这个为数不多的学习生涯当中,表现得都还不错。学习成绩一直也不算差。 而且曾经还得过辽宁省少儿杨勇,一百米,二百米的冠军。 不过可惜的就是,说他上了初中之后,就没再接着上,当兵去了,在天津某部队服役。 那个时候的刘勇,其实也还是一个合格的军人。虽然说没有特别优秀,但是也没干过什么坏事。 本本愤愤。在之后,他当兵复员之后,就转业到了沈阳市的纺织品公司。 当了一个普通司机,之后又被调为计划调拨员。 这份工作其实在当时看起来,那也是相当不错了铁饭碗。有保障。 但刘勇这人,可以说他致不在此。他不满意。因为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。 那这份普通的工作,跟他理想当中的大事业,那差距还是非常远的。 刘勇的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成就一番事业。能赚大钱。他有这么一个理想。 而刘勇这个人。他确实也是一个敢想敢做的人。 1982年那个时候。可以说那是改革开放最早的年代了。 刘勇当时就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这份铁饭碗。开始下海经商。 这在当时。大火闯的思想普遍没有普及。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冒险精神的。但是刘勇他就这么干了。不过当时来讲。下海经商那肯定得需要本钱。反观刘勇的家里。其实并不富裕。那么。他的这个本钱从哪来呢?这个就需要说到刘勇的婚姻了。 他在早年。当兵复员之后。有一次家里边发了大水。那刘勇在洪水里边当时救了一个人。这个人后来成为了他的岳父。这人当时得救之后想报恩。 一看刘勇大小伙子。跟自己的女儿正好是年龄相仿。而且这又是自己的救命恩人。还是当兵复员。现在工作又稳定。干脆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刘勇得了。 两人后来就成婚了。日子过得也还算可以。但是可能也正是因为两人的婚姻。并没有那么牢固的一个情感基础。所以导致后来。刘勇跟着姑娘离婚了。 小两口结婚之后开销更大了。再加上刘勇本来就想出去床。出去做生意。 所以借着这个改革开放的东风。他就做起来了。那么。做生意的这个起步资金基础。这个人脉。其实就是由他的这个岳父来帮助提供。所以说。打那之后。刘勇开始干了。开过饭店。倒卖过时装。办过羊毛山加工厂。还在商场专柜卖过家电等等。干过很多生意。 但是干的虽然多。还一直都比较平淡。虽然说没有亏。但是也没有赚太多钱。直到后来。他遇到了自己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。这个人不是他的妻子。这个人叫做刘小军。刘小军这人是谁呢? 她是刘勇的一个生意场上的朋友的媳妇。这个人在1990年结婚之后。就跟着丈夫到处经商。天南地北到处跑。南边去过广东广西。北边到俄罗斯。 但是后来。在1994年这一年。刘小军和丈夫情感破裂离婚了。离婚之后。她就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到了做生意上。她当时跟朋友一块卖空调。打算在商场里面租一些柜台。于是他们就找到了这个刘勇。 因为当时。刘勇正好在太原街开了一个家电商场。李勇一看。这是朋友媳妇。虽然说离婚了。但交情在这。所以马上就帮他办了。当时这个刘小军。把自己手里边仅有的150万的资金。全都投进了这空调买卖里。刘勇也挺愿意帮助他。最后在两人的合作之下了。 这空调生意可以说越多越好。后来在1995年这年。两人已经合作了一年多了。感觉都还不错。刘小军其实很有生意头脑。他出于这个朋友之间的善心。好意就给刘勇出了一个主意。说刘勇可以在沈阳开一家大型超市。 很多外地大城市都有那种大的超市。但是咱们当地据他观察。好像还没有这样的大型超市。如果说能干起来。那肯定能挣钱。那么。 在刘小军的这番劝说之下。刘勇就心动了。其实在这一年多的接触和交往当中。他也逐渐的了解了眼前这个女人。刘小军确实有魄力有实力。 也有远见。所以说。刘勇思考之后。认为应该听刘小军的意见。但当时刘勇这个难处在哪?他是刚刚花了一百多万。把他这个家电商场重新装修完。如果说改办超市的话。那经济上必然是要有一大笔的损失。最终在一番思考之后。 他最终还是决定。办超市。刘小军当然是非常高兴了。从各方面给他一些帮助和建议。专门的给他写了一份沈阳市场预测报告。还陪他去广州香港等大都市。去考察取经。后来还借给他五百万的资金。借了一辆灵制轿车等等。在经过了几个月的摸索之后。1995年9月24号这一天。 沈阳第一家大型超市百家自选商场。正式开业。超市的开业。很快就发现不错。大获成功。为刘勇是赚了不少的钱。也积累了相当多的人脉。 而百家超市也为刘勇的发迹。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后来。刘勇经营的佛罗伦服饰专卖店。沙沙化妆品中心。 还有一个家阳当行等等。很多企业都陆续的出现在这条太原街上。而随着刘勇和刘晓军的合作。两个人的关系也开始逐渐升温。所以慢慢的。 两人同居了。1997年。刘勇就和原妻子离婚。然后跟刘晓军正式的登记结婚。在之后的时间当中。随着夫妻两人通力合作。刘勇的生意是越做越大。 干脆直接成立了一个家阳集团。刘勇任这个集团董事长。刘晓军担任执行总监。集团也是越干越厉害。旗下涵盖了大大小小很多个行业。钱那赚的也是越来越多。按理说。现在的刘勇和刘晓军。可以说这是爱情事业双丰收。本来应该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在刘晓军的眼中。 刘勇可以说是一个称职的好老公。也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企业家。但是。他不知道的是。丈夫刘勇。其实一直跟着黑社会有密切的联系。看似成功的发家史。背后其实充满了违法犯罪行为。这些事。还得从1992年。刘勇没有发迹之前。还没有跟刘晓军走到一起之前开始说起。 这个刘勇的发迹。伴随着他的个人性格的膨胀。他的每一次膨胀。都让他变得更加疯狂。变得更加无法无天。更加的大胆。 所以最后。膨胀到开头里说的。刘德华他都敢打。他这第一次膨胀。让他在当地的黑道里有了不小的名气。 说当时在辽审黑道上。有这么一位小有名气的人物。这个人叫孙树鹏。1992年7月那个时候。刘勇在做服装生意。孙树鹏算是他的一个合伙人。 当时刘勇有两个心腹。一个叫成健。一个叫吴敬明。这俩人后来也是一直跟着他。说当时这个刘勇。就发现了服装生意做得不太好。慢慢的他就观察。 然后他发现这个孙树鹏总去赌。就怀疑是这个孙树鹏。把用来进货的钱。都拿去赌没了。但是他也不敢确定。于是有一天。他就把孙树鹏叫到自己家里边。打算问一下这个事。当时在场的还有这俩心腹。成健和吴敬明。孙树鹏来了以后。几个人打了声招呼。 然后这个吴敬明他有毒瘾。所以这个打完招呼之后。他直接就进无锡毒去了。剩下客厅里边还有三人。这仨人起初交谈还挺正常。但是谈到这个钱的事。刘勇说是不是孙树鹏把这钱都拿去赌没了。孙树鹏肯定是失口否认。并且他不光否认。还说别人说是成健把钱给私吞了。 那成健能高兴吗?肯定不高兴。所以一来二去。三人就开始争论起来。慢慢的急眼了。吵起来。而且成健这人也是急脾气。当时给孙树鹏侮辱他。他过去直接对着孙树鹏脸上直接来了一拳。 那不用说了。马上两人就打了起来。成健人家是刘勇的心腹。平时负责给他开车出主意。一直很被信任。那孙树鹏这明摆着挑拨他俩关系。刘勇自然也是怒火中烧。 而就在这个时候。在屋里吸毒的那个吴敬明。听见有响声了。就晃晃悠悠的就出来了。刘勇就告诉吴敬明把枪拿过来。可以给这小子来一枪。让他常常记性。吴敬明他吸毒了。 正飘飘欲仙的在那。他借着毒瘾。就进屋拿了一把改制的火药枪出来。用枪口二话不说。顶在了孙树鹏的大腿上。眼睛眨都没眨。扣动扳机砰一枪就打。孙树鹏这毕竟也是混黑道的。他也不是一般人。 中枪之后镇定自若。动都没动。然后平静地对着刘勇和吴敬明说。干脆再冲他脑袋补一枪的了。要不然。他们以后都没好。这可是赤果果的威胁。刘勇一听。立马火了。又拿出一支巨短的猎枪。准备给他再来一枪。送这小子上西天。幸好当时这成剑比较理智。 给他拦下来了。他告诉刘勇。说这要是再打一枪。孙树鹏真就没命了。现在还是赶紧把他送医院。出了人命对谁都没好处。这句话倒是提醒了刘勇。于是几个人一阵忙活。把孙树鹏是连骂带扔的。送到红十字会医院进行抢救。最后一刹那。果然伤势不清。虽然做了手术。 因为这个设的距离太近。设得很深。所以一直取不出来。最后经过医生鉴定。他这属于重伤。不过事后这孙树鹏也没去报案。 而刘勇这边一看。都没报案。更嚣张了。他就在这个病房里边。对着孙树鹏说了一句这样的话。说以后。 他每天都来一次。每天他跟孙树鹏撂下一千块钱。这句话说完。扔了一千块扭头就走了。之后果然每天都往这扔一千。所有的这事。就这样让他用钱生生给摆平了。被解决了。后来一点事都没有。 这孙树鹏也没在找事。那么。也正是因为这件事。从这个时候开始。那些道上的所谓什么英雄豪杰们。 开始对着刘勇是刮目相看。他也因此在沈阳树立了一个不小的微信。从这件事当中。刘勇体会到了两个道理。他认为。第一。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有道理的。看着孙树鹏一直挑刺。拿五千赌博。给他打一枪。现在老实了。也不找事了。也没报警。第二点。他认为。 说这钱真的能够摆平任何事情。于是从这时候开始。刘勇好像瞬间就大车大悟了。他的名气上来了。所以从此就开始变得是一发不可收拾。其实在这之前。刘勇已经在黑道上小有名气了。早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。刘勇当时就是当兵复员。一回来没多长时间。就经常开始跟着黑道上混。 经常掺和天天打架斗殴。举个例子。比如说。1989年有一次。这个刘勇他就怀疑。当时他的对象和一位歌手关系暧昧。 生气了。于是又叫了几个道上的朋友。把这个歌手给打成了重伤。足以说明。他早就跟黑道油染。而且经常的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。这样的小例子非常多。就不细说了。 总而言之就是说。从孙树鹏这个事以后。刘勇的作风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嚣张。没多久。他就又干了一件大事。这件事估计谁都想不到。那就是袭警。 1992年10月6号晚上9点多。当时已经在这个黑道上颇有名气的刘勇。为了给另外一个兄弟出气。就带着吴敬明带着另外几个好斗手下。拿着军刺。拿着五连发猎枪。在某个饭店外面。对着一个人又追又砍。结果正好被两个警察看见。 一个是沈阳和平区公安分局的刑警队长。叫孙明。还一个是派出所的副所长。刘宝贵。这俩警察看见之后。出于职业本能。赶快就过去制止。但两人口头制止喊了半天。没用。人家不听。而且刘勇这火人。那是极其的嚣张。又拿着枪。拿着军刺追这个人。 刘宝贵一看不行。这家伙太危险。于是当机立断。他就掏出了自己的六十四式手枪。开了一枪。明枪示警。并且向对方喊话。说他是派出所副所长刘宝贵。要求他们立刻放下武器。 他本来以为。自己的一开枪。对方听见枪声以后。应该就停了吧。但没想到。这刘勇根本就没把警察当回事。举起猎枪冲着刘宝贵砰就开了一枪。刘宝贵本能的侧身躲闪。但是无数颗铅弹。 仍然打进了他的大腿根。刘勇他们一看。这个打伤人了。赶紧开车逃离现场。 后来。刘宝贵被送到沈阳军区202医院抢救。救了半天才活了过来。 等着慌忙逃离现场的刘勇。慢慢镇静下来之后。他一时到这个凶器的处理掉。于是就把手里的猎枪扔到了一条河里。然后就带着当时还没有离婚的妻子。就赶紧藏到了一个朋友的家里。寻求庇护。这个朋友是谁呢?说来也巧。 就是他后来的第二任妻子。刘晓军夫妇的家。直到第二天中午。一个小弟给他打电话。说大哥不好了。叫他赶紧跑。 昨晚他打伤的是个警察。公安正抓人。刘勇一听。赶紧不敢耽误。马上收拾东西。带着媳妇逃离了沈阳。 他这一走。还真就好几年没有再出现过。就像是突然人间蒸发了一样。真的是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。就这样消失不见了。那么。刘勇到底去了哪呢?他又去干了些什么?面对这恶劣的袭警事件。警方又会如何行动呢?这案子后来。其实还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转折。 当时袭警事件发生以后。公安部是高度关注。但是怎么查都查不到这个刘勇的蛛丝马迹。 渐渐的。警方意识到抓捕刘勇并非轻而易举。这个人头脑精明。反侦查能力很强。 而且发现他在社会上结交甚广。特别是经商。之后接触的关系增多了。全国各地都可以流窜隐藏。 而且最重要的是。刘勇在警方这边。有一张非常过硬的关系。 他认识很多警察。所以消息非常灵通。因此。公安机关的几次抓捕行动。都因为走漏风声而宣告失败。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。根本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在什么地方。 直到1994年临近春节的时候。沈阳警方终于发现了刘勇的下落。原来这两年。他一直藏匿在广州经商。 而且据说干得还不错。警方赶紧就开始计划抓捕。赶往广州。并且通知一定要做好保密。计划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之下。 他们得知。这两天刘勇就会跟一个男子见面谈生意。于是警方马上就赶到街头地点进行蹲守。但是等了很长时间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刘勇一直没露面。这肯定又是有消息走漏了。不过好在这个时候。另一头倒是有了好消息。说当地警方把这个刘勇。在广州的住处给查找到了。 于是警方赶紧又来到刘勇的住处。又在这苦苦蹲守了一天一夜。终于最后在腊月二十五的晚上八点钟。把正在家里喝酒的刘勇。成功抓获时隔两年多。他终于是被捉拿归案。这看起来应该是大功告成了。别着急。 这是没有那么容易结束。这人虽然说是抓住了。但是后期的审讯工作。确实一点都不顺利。刘勇一口咬定。说自己根本就没有枪。更没有开枪袭警。 而警方说实话。一时半会拿他也没办法。毕竟刘勇当时使用的那个枪。前面说了。已经扔到河里找不着了。 而当时跟他在一块的其他同伙。到现在也没有归案。所以说。没有任何证据。一点办法没有。另外。其实在刘勇的背后。还有一张非常庞大的关系网。要想把他连根拔起。可以说是非常困难。 而且刘勇在出了这个事以后。他很清楚的认识到钱是非常重要的。他知道自己要用钱去干什么。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。刘勇当时住进监狱之后。干的第一件事。就是拿钱贿赂了监狱里的一个工作人员。这个人叫徐景岩。他在监狱里干一些杂活。刘勇被关进去以后。 他第一时间就把这个人给贿赂了。这个徐景岩平时的主要工作。就是负责给这个刘勇送点吃的喝的。送生活的必需品。所以虽然说看起来是被关在监狱里了。但是刘勇一点不急。每天是该吃吃该喝喝。因为他的心腹成见在探监的时候。早就已经跟他说了外面的人。一直在想办法把刘勇给保出来。 所以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。想办法把时间给拖住。只要时间一长。那这起案子就能够以时间为借口。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那自己也就可以有更多的办法。逃出这座监牢了。 那么此时的刘勇。就是要想出一个办法。把时间给拖延住。很快。聪明的刘勇就想出了一个点子。他想如果自己大病一场。住进了医院。那这时间。肯定就能拖住了。 要说这刘勇也是个狠人。为了能让自己住进医院。得什么病都敢碰。当时他跟成见说。给他想办法弄一点肝炎病人的血过来。成见一听大吃一惊。赶紧劝他说肝炎这个不好治。还是想个别的病。但是刘勇坚持就要弄。成见没办法。他只能按照刘勇的意思去做。 几天之后。成见带着一只烤鸭来。这只烤鸭的肚子里边。那可不是肉。而是一只装有肝炎病人的血液事迹。其实按理说。烤鸭这样的东西。是不可能被允许送进监狱的。但是因为刘勇。事先就已经把给他送饭的徐景言给贿赂了。拿钱办事天经地义。所以说。这只特殊照顾的烤鸭。 就被送到了刘勇跟前。刘勇掏开肚子把这事迹打开。把里边的血弄出来。抹到馒头上。三五口的把馒头就给吃了。但奇怪的是。 好些天过去了。他却没有一点要得病的意思。全身很舒坦。也没有得肝炎的迹象。这是为什么呢?刘勇一琢磨。 说当时给成剑布置任务的时候。成剑总劝自己别弄这肝炎。难道说是他太心疼自己?不忍心让自己得这病。所以说用假的来糊弄自己。于是刘勇生气的就去质问成剑。是不是用假血来骗自己?但成剑却说这就是真的。是肝炎患者的血。 那无奈之下。成剑只能再一次。又给他弄了另外一位肝炎患者的血。这回刘勇也不抹馒头了。干脆一股脑直接把这血全喝了。但是一段时间过去之后。还是感觉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。他不信。那后来在他再三要求之下。还让玉景陪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。结果仍然显示他很健康。没有病。 这让刘勇也是哭笑不得。这个办法行不通。刘勇只能又想了一个办法。他想干脆乱吃药。因为平时医生给开药的时候。都说这药不能乱吃。吃多少吃多少。所以呢。他就让徐景岩偷偷的给他弄了好多药。什么比特灵。酱鸦片。甚至避孕药之类的。可以说凡是他觉得。 能够吃出病来的东西。他几乎都吃了一通。刘勇终于是如愿以偿的得病。住进了市红十字会医院。刘勇最后。也因此成功骗到了取保候审的机会。什么取保候审。换句话来说。刘勇就算是暂时自由了。 而另一方面。警方对他的袭警事件也做了详细研究。结果发现。这个案子确实是很难办。因为刘勇本人既没有认罪。一起作案的同伙也没有抓获。 而当时行凶的那把枪也不知去向。所以说这起案子。最终因为证据不足。无法移送到检察机关起诉。只能就暂时先搁置。 所以可以说。刘勇这是逃过一劫。初遇把病养好了。但是刘勇并没有老师。反而更加的猖獗和无所畏惧。他觉得。自己都开枪把警察给打成重伤。自己还是能够毫发无伤的从监狱里边出来。既然都这么厉害了。那还有什么不能干的。所以说。这件事也就导致了刘勇的第二次膨胀。 这次之后。可以说他已经膨胀到了极点。出狱以后刘勇。开始谋划自己的宏图大略。开始积极地收编黑白两刀人马。还为手下配备了大量的枪支弹药。管制刀具等等。什么都有。经过一时间的招兵买马。此时的刘勇身边。除了成剑和吴敬明这二元心腹大将之外。还增加了几元大将。 有一个是刘勇小时候的邻居。是原沈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的警察。叫孟祥龙。这个人和刘勇关系很硬。而且头脑灵活经验丰富。在刘勇的团伙当中。扮演的经常是一个军师的角色。 之后通过孟祥龙。又拉拢来了原沈阳某公安。分局的刑警大队副队长。叫朱翅。和一个原沈阳公安局某分局的刑警王婷。除了这两人之外。还有两个更加凶狠的。一个是刘勇的亲弟弟。 叫刘勇。一个是刘勇大哥的小舅子。叫宋燕斐。这个人是汹涌残暴。放在古代。那简直就是山上拦路的土匪。但刘勇需要的就是这种人。所以很快。他就成为了刘勇身边的得力干将。 这几位来自不同阶层和势力的人。大大巩固了刘勇在东北黑帮里的江湖地位。这个时候的刘勇。可以说是黑白两道彻底通吃了。警察跟黑社会他都熟。熟到什么地步呢?当时的刘勇曾经大胆放话。说自己只要打一个电话。在沈阳没有办不成的事情。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 一个电话可能某位官员就必须来他这喝茶。那自己的实力壮大了。瞄准。的目标自然也就更大了。当时除了刘勇这火人之外。还有一个势力非常大的黑社会头目。叫李俊颜。这个人也是个东北人。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。他曾经仅仅是因为被碰了一下。就用散弹枪把一位值班的经理。 他的皮肩肾等等部位。直接打碎了。而这个人。因为失血过多当场死亡。俗话都说。一山不容二虎。 刘勇他肯定不希望除了自己之外。还有另一个势力强大的黑方存在。心里肯定是想找机会。除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。 况且。很久之前。刘勇其实就已经因为一件事。开始记恨这个李俊颜。什么事呢?在1998年夏天。 当时。这个李俊颜打算跟某个人一起合作。干点生意。刘勇之这消息后。他想跟着李俊颜合作。心想强强联合很好。所以他就给着李俊颜打了很多次电话。说想跟他合作。 但是李俊颜不给面子。直接拒绝了。并且还说了一句这样的话。他说跟刘勇做生意。那岂不是酷茶子都得陪进去。这话刘勇一听。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。所以从那时候开始。就开始暗中记恨李俊颜。而到了现在。刘勇感觉时机到了。 自己的实力跟当年相比。那是大大增强。所以他是蠢蠢欲动。找机会做掉李俊颜。于是。在1999年1月。刘勇带了几个手下。约李俊颜在沈阳娱乐场见面。在饭桌上的刘勇。是不停地跟李俊颜喝酒。很快把李俊先灌多了。然后鸣鼎大醉的李俊颜。就被刘勇和几个手下。 拉进了旁边的另外一个包房。在这个包房里面。刘勇是砰砰砰三枪。把李俊颜的左腿直接打断。而且他当时用的这枪。还不是自己的。而是直接从身边的一个警察身上拿过来的。用完之后。又给回警察。 由此可见。这刘勇当时这势力有多强大。警察的枪随便用。而事实证明。当时这刘勇。确实已经是天不怕地不怕。他们的团伙嚣张到什么程度。 不仅在众目睽睽之下。打残了这个黑帮大头。但是单纯的废一条左腿。这还不是刘勇想要的。说这件事当时已发生。本来就是在公共场合。在大饭店。这肯定惊动了警察。 但警察赶到之后。刘勇这伙人早就逃之夭夭。所以说落网的自然也就只有李俊颜。不仅如此。刘勇后来还通过自己在公安局内部的关系。把有关这个李俊颜的大量的违法犯罪证据。全部都输送到了公安局里。好家伙。直接落井下石。那么警方这边再得到了大量的确凿证据。 以后这还用说。警方马上就出动。把涉嫌犯。由组织领导。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李俊颜及其同伙。一举抓获。这也是沈阳第一个覆灭的涉黑犯罪团伙。不过相对的。这李俊颜进去了。在招工的时候。他肯定。也就供出了一部分有关刘勇的犯罪情况。就比如说。 自己在酒店是被刘勇开枪打断了左腿。那么李俊颜提供的这些有关刘勇的信息。 其实也没后来。警方对刘勇的侦查。提供了最原始最直接的证据。 当然那个时候的刘勇。他并不在乎这些。前面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。说刘勇背后的势力。是非常非常强大的。他不认为李俊颜的入狱。能对自己造成多大威胁。 这其实也是刘勇经过这个事情。又一次膨胀的表现。2001年6月13号。李俊颜等9名犯罪成员。被押上被告席接受审判。 最终。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李俊颜死刑。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而另一边的刘勇。可以说跟李俊颜的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就在李俊颜一伙人被抓的这段时间里。大概是在1997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。可以说是刘勇跟他的团伙如日中天的日子。那个时候。他在沈阳可以说是只手遮天。黑白两道通吃。无论是商界政界警界都有他的人。前面就说过了。刘勇的发际和犯罪。 其实是伴随着他的个人性格的不断膨胀。每一次膨胀。他都变得更加狂妄。更加的疯狂。更加无法无天。而在做掉了李俊颜这个棘手的绊脚石以后。刘勇又一次开始膨胀。心想就连这么厉害的黑老大。都被他整进监狱里。判了死刑。那还有什么事是他刘勇不能做的? 他的第三次膨胀。这次膨胀的效果最明显。导致他之后所做的事情。更加的肆无忌惮。甚至可以说是毫无理由。看你不顺眼我就干。 而这种狂妄的状态。也直接导致了他最终的落网。在1997年4月的一天。 不幸就降临到了沈阳市。和平区的一位交警身上。他叫韩汝。那一天。刘勇正在自己开的百家商场里面闲坐着。有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了商场里找到了刘勇。 在前面是在和平区税务局上班的。叫王征。他跟刘勇是朋友。那王征后边领着的是。在太原街大世界眼镜城开眼镜店的老板。他叫上宝成。 俩人就这么找到了刘勇。王征说。这个上宝成跟自己是亲戚。上宝成开的大世界眼镜城。跟一个叫韩儒的人开的金锡宝专卖店。两家是邻居。本来两家之间没什么事。都是各做各的生意。互不影响。没成想。前几天这个开金锡宝专卖店的韩儒。给自家店里安了一个大空调。 但把这空调外机。给安装到上宝成开的眼镜店的窗户下边。不仅如此。这个韩儒还把店里的一块小牌匾招牌。也给挂到上宝成的眼镜店这边。上宝成一看这韩儒这么干。恐怕是不太合适。也没跟自己打招呼。于是他就过去跟韩儒交涉。结果没成想。过一会之后。 鼻青脸肿的回来。说是让韩儒给打了一顿。这上宝成是越想越憋屈。于是就找到了这个王征。 叫王征想办法给自己出出气。王征一听。就带着上宝成来找到了刘勇。当然。刘勇他是认识王征的。但其实关系很一般。两个人也就见过几次面。 其实。不只是王征。但凡是在执法机关。在公家单位工作的朋友。对刘勇。都是相当的看重。所以对听完王征和尚宝成的讲述。他明白了。他想就是看他的太原街这名望越来越大。想请我出面帮忙做主。碰上这事。刘勇自然感觉是非常有面。 有人登门拜访来求自己。当然答应了。于是他就跟着两人说。韩儒他认识。这是包在他身上。刘勇他的确是认识韩儒。那上宝成一听。赶紧就把韩儒店里的电话告诉刘勇。刘勇拿起电话打过去。接电话的正好就是韩儒。直接对韩儒说。他是刘勇。 看着刘勇直接先把自己大名给爆了出来。希望能够现震慑一下对方。然后他接着说。大伙都是在一条街上做买卖的。互相照顾点。叫韩儒把他那牌匾都挪回去。其实说实话。刘勇跟着韩儒就见过一次面。跟他也不熟。但是此时此刻。刘勇实在是太膨胀。这面给足了他。 觉得这是他得管。他也不管认不认识。熟不熟。就直接打过去跟人说了这番话。好在。这个韩儒娜也是各式大局的人。他看到上宝成都找刘勇出来说话了。当时也就暂时认诵答应了。 答应完之后。刘勇放下电话。自我满足地对着两人说。这是给他们解决完了。王征和尚宝成一听。连连表示感谢。这是完了以后。大家都以为。一通电话。这事情肯定解决了。 但却没想到。到了第二天中午一点钟左右。刘勇正和小弟们在酒店里吃饭喝酒。结果眼镜店老板尚宝成又来了。说昨天回去后。他跟韩儒的矛盾不但没解决。今天上午还跟对方发声了口角。 甚至还动手了。刘勇一听来气。心想这韩儒也太不给面子了。于是当场就给韩儒打电话质问。问他为什么又把上宝成给打了。但这一回韩儒可是没扶着刘勇。他甚至在电话里边还顶了一句他。说自己打了能怎么着。这句话反倒让刘勇有点惊讶。 但他并没有发怒。而是跟韩儒说这样。你要现在来一趟。咱们在这把市说清楚好不好。他没想到韩儒说他现在没时间。明天能过去。韩儒这话说出去。他自己是万万没想到。这两句话把刘勇给彻底激怒了。刘勇原本觉得韩儒好歹是个警察。一开始他对着韩儒稍微还有点顾虑。 不好发作。但是韩儒一步一步的在电话里激他。再加上刘勇当时认为。自己这威名一说出来。对方肯定得惧怕几分。没想到这韩儒。 居然接连两次都不把自己放在眼里。他是越想越生气。最后刘勇是强忍着怒火。和韩儒说他现在在哪。韩儒说自己现在在和平区交警二对办事。还丝毫没有害怕的意思。 刘勇一听。说了一句行。给他等着。然后把这电话就挂了。此时。刘勇旁边的吴敬明。宋建飞、张建奇、段连江。这几个都是刘勇的小弟。他们在旁边听的是明明白白。更知道刘勇这是什么意思。 二话没说。出门打车直奔和平区交警二对。正在和平区交警二对办事的韩儒。的确他也不了解刘勇。他把这事看得太简单了。他以为刘勇不过是要跟自己谈谈。跟上宝城之间的纠纷。因此他不仅在电话里告诉了刘勇自己在哪。而且当刘勇说你给我等着。这样明显带有威胁语气的话的时候。 他也丝毫没在意。另一边。刘勇这一帮人。就一阵风式的乘车来到了和平交警二对。进楼找了一圈还没看到韩儒。当时他们觉得这小子是不是害怕了。一帮人正纳闷呢?突然间看见里边院子里站着三人。刘勇凭借自己模糊的印象。 发现其中有一个很像是韩儒。于是他就喊了一声说韩儒。有个人一听立马答应了一声。没错了。这人果然就是韩儒。韩儒找着了。于是刘勇把他叫到交警二对的门外。 吴敬明等等几个手下也跟着出来。两人站定。刘勇先是伸手把韩儒的上衣撩开看了看。干什么呢?这是防止他带什么东西。一看没什么。然后就开始跟他聊他跟上宝城之间的纠纷。 但没想到。这韩儒挺强硬。俩人说这话。越来越说不到一块。刘勇后来就大怒。跟韩儒说。难道他不知道这小上是他刘勇罩着的?结果韩儒却说他不知道。而且这是刘勇管不着。管不着这句话还没说完。刘勇气得猛然给韩儒就来了一句。刘勇一动手这就是信号。 后边的吴敬明、宋建飞等人。立刻围过来拳打脚踢。韩儒见势不妙。马上就跑。他那是想往交警二队的院子里跑。里边有同伴。但是没想到。刚到院门口。旁边早就埋伏好的段连将一脚把他撂倒了。其他人上来是一顿拳打脚踢。其中这吴敬明更厉害。直接掏出匕首对着韩儒左腿。 一刀猛扎下去。韩儒疼得嗷嗷一嗓子一翻身。吴敬明顺势又朝他肚子是狠狠地捅了两刀。好家伙。 这光天化日之下。就在公安机关大院的门口。刘勇带着手下。就这样明目张胆地持刀行凶。几分钟以后。韩儒就倒在血泊里动弹不得。而刘勇和他的手下。也匆匆逃离现场。 在这起事件发生以后。韩儒他毕竟知道袭击自己的是谁。于是韩儒的哥哥韩云。就出面跟刘勇交涉。要求刘勇赔偿二十万。但刘勇却非常嚣张地说。 他把派出所刘宝贵的一条腿都打折了。他也没赔那么多。二十万不可能。后来。刘勇还派人找韩云。说二十万给不了。但是可以给他五万。并且还要请韩云吃饭。韩云当然不同意。都拒绝了。也没吃饭。后来等冷静下来。刘勇想了想。他觉得这个韩儒毕竟属于公安人员。 把人家伤了。万一他想闹把这事捅大。那可能还不太好。所以刘勇想了想。让上宝城给这韩儒赔了十来万。就这么把这事就给撕掉了。你说这回人家上宝城。找他解决问题。这问题没解决反倒自己打了十几万。但总而言之。说刘勇这边。他是又一次逃过了法律的制裁。 在这件事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。一直到2000年。刘勇一直没闲着。他截二连三的策划指挥。约了一起又一起的打砸抢杀事件。 作恶实在太多了。在这里都没办法一一述说。不然一天一夜也说不完。但这些是共同点还是有的。他们的共同点。都是每每事情发生之后。刘勇都能够摆平。 一次次的逃过法律制裁。为什么呢?刘勇自己其实很清楚。这里面有两点很重要的原因。一个是他自己的关系网非常庞大。再一个他知道自己命好运气好。 为此。刘勇还特地找老人给他算过命。因为算命这个事。刘勇还膨胀了一次。那这次膨胀的就是刘勇的第三次膨胀。 2000年5月25号。刘勇听人说沈阳来了一个算命大仙。叫崔岩。一听这消息。他不禁内心移动。想让大仙给自己算算命。于是第二天。他的一个手下叫想陪要的。就陪着刘勇开车来到崇山东路的居民楼里。寻找这个算命大仙。 这个崔岩是个无业人员。身边还带了一个12岁的小男孩。几个人见面之后。给大仙上下打量刘勇。然后就指着身边的男孩说。让他算算。然后自己就坐到一边。让男孩过去算。这小男孩是谁呢?他是这个算命大仙崔岩的侄子。带着小男孩。左手拿着一串玻璃珠子。走进刘勇。 孩子也不切身。抬起眼睛。把刘勇上上下下的看了两遍。然后说刘勇腿不好。挨过腔。而且胃也不行。脑袋有问题。眼睛也不好。 最后。还说刘勇得了大病。应该是癌症。这一通话下来。刘勇的脾气相信咱们了解。他本来是看。自己运气一直挺好。正好当时。有一个叫崔岩的算命大仙来到了沈阳。 所以刘勇特地找他给自己算命。刘勇当时在没见到这个崔岩的时候。认为他应该是一个鹤发童颜。飘逸不凡的这么一个老者。但等他真的见到崔岩以后。 却发现这崔岩是一个长得其貌不扬。平平常常的这么一个人。那当时刘勇心里有心理落差。他就感觉上当了。感觉这人怎么看也不像算命的感觉。而且后来崔岩也没给他算。倒是让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孩子给他算。这让刘勇心里就更有一种被骗的感觉了。 当时他当着几个手下的面。那也是非常的尴尬。但是又不好发作。直到那个小孩子。把他浑身上下说的是没有一个好地方。还说他得了癌症。刘勇的怒火终于是憋不住了。 其实这可以理解。你想想。一个黑帮老大作那。让一个小孩子给他算命。而且这小孩冲他试日指点点。你眼睛不好。脑袋不好。这不好那不好。还得癌症了。 所以刘勇当时是真的憋不住了。然后就气呼呼的让小弟相陪。扔下五十块钱。转身就走。算命回来以后。刘勇是越想越生气。就对旁边的这个小弟宋建飞吐槽。说什么大仙。 纯粹胡说八道。当时气得他真想把这小崽子的嘴给撕烂。说完。他就走进办公室躺床上睡门觉。给宋建飞和另外两个小弟。一个叫董铁言。一个叫李治国。三人守着外边。心里也不高兴。李治国见屋里一直没动静。就对宋建飞说。今天算命的把大哥说得一下午没滋生。 明天咱们去收拾收拾那家伙。给大哥出出气。宋建飞想都没想。直接答应。于是三人当晚都早早的回家睡觉了。为第二天去给刘勇报仇做准备。到了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。算命大师崔岩。正和几位老邻居在楼前院里闲聊。宋建飞等四个人把车停在远处。看到这个崔岩正在跟人聊天。 就没有马上过去。相等的人们散了。在过去动手。可是左等右等。等了二十来分钟了。那几个老头老太太还是在那一直叨叨叨叨叨。没完没了。没有一个离开的。看李治国等得不耐烦了。 说别等了。于是车上只留下了一个人坐接应。其他三个人不声不响地向崔岩走过去。到了跟前。他们也没说话。突然抽出刀来。向崔岩是一阵乱砍。 旁边的老太太可是吓坏了。赶紧撕散奔逃。这崔岩正和邻居闹得高兴呢。突然这三个黑衣人各自拿把长刀。直奔而来。什么话也不说。直接往身上连砍带舵。 他当即就被砍倒在地。疼得是连滚带叫。等了好几分钟以后。三个人回到车上扬长而去。跑了。后来崔岩被好心人送到医院抢救。输了2500cc血。花了两万多的医药费。治了半个月。这才出院。经检查确认。他头部被砍了三刀。胸部两刀。左右腿一共九刀。 手腕一刀。崔岩出院以后。马上向派出所报案。但奈何?他提供不了任何的线索。连人的长相都没记住。那破案自然也就无从谈起。虽然心里还想着这最受得真是糊涂又窝囊。这被人称为大仙的崔岩。这回却愣是算不出砍自己的这三个凶手。到底是什么人?这也是有点讽刺的意味。 而另一边。刘勇和他的手下们。自然没有受到任何的追究。刘勇这时候更狂了。心想连算命的都管不了他。他还有什么可怕的?就因为这么个事。刘勇再一次膨胀。 这是他的第三次膨胀。于是后来。在接连这么几次膨胀以后。自认为超突命运。无人能敌的刘勇。做了一件让他日后名传四海的大事。什么事呢?那就是暴打刘德华。 之前也说过。2000年前后。刘勇的这个嘉阳集团是如日中天。1999年。刘勇名下的嘉阳大厦。也已经开工建设了。虽然在沈阳。这嘉阳集团早就有了不小的名气。 但是刘勇还想。把自己的集团实力再推上一层楼。所以当时。他就想以冠名的形式。办一些大型活动。通过这些大型活动的宣传。让自己的名气更加的。想亮。在1999年2月份的一天。有一个朋友请刘勇到一个大饭店吃饭。吃饭期间。有一个公关公司的朋友就聊到了最近。 这个大明星刘德华要在大陆举办演唱会的事。这朋友说。刘德华一共准备在10个省办演唱会。一个省里选一个城市。咱们辽宁就是其中一个省。本来人家是选了沈阳作为演唱会的举办地点。但后来为另外一个城市。大连给抢走了举办权。这是刘勇一听。他正好打算办一些大型活动。 这眼下这就是一个机会。于是。刘勇就说举办这个演唱会。他们公司也有这个实力。那样的话。就能把他们沈阳的名气给打出去了。 可是被大连抢走了可惜。那个人一听。感觉这刘勇应该是有意思。于是他就接着刘勇这话往下说。说大连太过分了。前段时间。 他们刚举办了周华健和张惠妹的演唱会。现在又来跟他们抢刘德华。他们可不能落后。那这话一出。正合刘勇的心意。 他心想。凭自己的实力。把刘德华请来沈阳伴奏一场演唱会。这对自己来说。岂不是名利双收。可以说这一顿饭。吃的是收获颇风。 刘勇感觉。这简直就是天上给自己掉下的大线饼。一个绝佳的好机会。所有回来以后就跟手下商量。还正好发现有一个手下。认识一个演出公司的老总。这个老总。正好认识沈阳当地的一个经纪公司。叫新乐制作。于是他就从中运作。最后成功的跟刘德华的经纪人取得了联系。 暂定以200万一场的价格。签订了这场刘德华的个人演出。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小插曲。关于这个价格。在这演唱会开始的前两天。刘德华的经纪人突然提出。要把价格从200万加到300万。刘勇当时虽然心里不乐意。但也没辙。演唱会马上开始了。宣传都做了。这不答应也不行。 所以就给提到300万就定了。总而言之。通过这些事。刘勇终于算是把这演唱会的举办权。从大连手里给抢回来。刘勇肯定是非常看重这件事的。 这对他来说。不仅仅是一次演出那么简单。而是把他的家阳集团。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的好机会。而另外一边的刘德华。显然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接下来的演唱会。 却是一波三折。当时刘德华来沈阳的消息一出。肯定是多方关注。沈阳当地的媒体还特别采访刘勇。 刘勇当时。那肯定是以家阳集团董事长的身份。来接受采访。还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。什么政界。新闻界。商界。金融等等。各方面的人士都来了。 刘勇是满脸喜悦。发表讲话他说。家阳集团搞这项活动。是希望把文化市场进一步的搞活。同时他们也邀请了海内外的朋友来到沈阳。这既是看他们沈阳。了解沈阳。也是看家阳。了解家阳。最后他住这个演唱会能够顺利进行。说的还挺像那么回事。可在之后。 刘德华就来到了沈阳。又是派人接待又是安排住宿。演唱会也终于是如期进行。在演唱会当天。刘勇那是心满意足。得意洋洋的坐在体育场的一间办公室里。远远的看着演出。他心想。凭借这次演出。家阳集团一定会在东三省。甚至全国打出名气。而此时他的小弟们。 这个吴敬明、宋建飞等人。也正在饶有兴趣的在台前观看。看着刘德华的演出。这帮人虽然说见过不少世面。但毕竟谁也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过大明星。 一时间也都很陶醉。但是就在这样的一种喜悦的环境之下。一场意外正在慢慢地积蓄能量。怎么回事呢?原来。 本来当天刘德华是准备演唱三十首歌。但当时刘德华他毕竟形成非常紧张。再加上从南方那么大老远来到东北。这天气温度变化太大。刘德华呢有点水土不服。感冒了。 这一感冒可坏了。唱歌不好唱。有些歌他就唱不出来了。这其实是很正常。所以最后没办法。原来准备的三十首歌。最后只唱了二十六首。还有四首唱不了了。放不上去了。 但是台下的宋建飞吴敬明这帮人。他们可不傻。他们在这一首一首的数着呢?结果发现到二十六首没了。于是几个人赶紧跑到办公室跟刘勇说。他们不是说好了三十首歌吗?怎么突然就撤场了?现在观众都不满意了。原本那歌迷见面会。也取消了。这小子搞什么呢?刘勇一听。 这是立马就火了。蹭的一下就站起来。那本来因为演出前临时加价的事。刘勇就非常生气。那现在又搞这么一出。临时加价这个事。在这得解释一下。其实说当时临时加价那件事。他是这样的。原本的定价二百万。确实没错。也合理。但是当时定完之后。刘德华在 在香港的金像奖评选上。凭借着电影暗战。拿了一个最佳男主角。所以说。含金量就变高了。那身价和出厂费自然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。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经纪公司运营艺人。一般都是这么做的。但那时候刘勇哪管得了那么多。他就觉得这刘德华是想耍大牌。病的东西又要坐地起价了。 现在明明说好了三十首歌没唱完。那歌迷见面会也取消了。他觉得这刘德华肯定是想敷衍了事。所以刘勇心里的这火。就蹭得一下子上来了。他问手下。说刘德华跟着经纪人现在在哪?宋建飞说正往后台走呢?刘勇心想正好。 把他们给带回来没一会。刘德华还有他的经纪人。就来到了刘勇所在的办公室。刘德毕竟见过世面。什么都懂。过来之后还主动要跟刘勇握手。说谢谢他的邀请。但此时刘勇的心里边全是火。 他的客气连已经挂不住了。也没握手。直接质问。说怎么他们说好了三十首歌。可以唱了二十六首就不唱了呢?这时候经纪人赶紧过来解释。说华仔因为水土不服。身体内有些不舒服。不能继续演出了。 刘勇一听。看也没看。直接越过经纪人。因着脸向刘德华就走过去。看到这个情况。刘德华的四个保镖赶紧走到跟前。另一边这个吴敬明宋建飞这些小弟们一看。也赶紧冲过来。上手直接把这四个保镖就给拦下了。这个时候。这场面。那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张危险。一触即发。 而就在这个时候。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。只听见啪这么一声下去。回头一看。刘勇竟然给刘德华的脸上。生生的来了这么一个响亮的巴掌。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再看刘德华的四个保镖。早就已经被吴敬明他们用枪管顶着脑袋。看到这个情形。宋建飞和张信民他们。 上去就对刘德华的经纪人那是拳打脚踢。而一旁的保镖一动也不敢动。没一会儿的功夫。这经纪人已经是鼻青脸肿。宋建飞他们本来还要打。但却被刘勇一把拉住了。 他撂了一句。说你们回去吧。然后就走出了办公室。第二天。刘勇把刘德华的经纪人叫到自己办公室。说已经把那150万给他们打过去了。他们可以走了。 但经纪人知道说好的是300万。那现在怎么就给了150万。尽管他非常害怕。但还是张嘴巧声的问。说当初合同里边写好的是300万。演出结束就结款。为什么现在变成150万了。 刘勇这回倒是没发火。说没有为什么。如果他们想让刘德华躺着回香港。那可以给他们另一半。刘勇的霸道和猖狂是令人震惊。这确实没办法。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。经纪人只能走出了办公室。回到了酒店。订好了当天下午两点的飞机。准备和刘德华飞回香港再想方法。 但回到酒店之后。刘德华却发现他们已经走不了了。为什么呢?他们发现酒店的电话线被切断。呼叫按钮早就没了响应。再往大门口一看。门外三个人站在那。促使宋建飞、张新鸣和刘勇的弟弟刘军。此时此刻他们是完全明白。这一趟那可以说是凶多吉少。而且直到现在为止。 刘德华也不知道这个嘉阳集团的董事长。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黑社会身份。而刘勇此时正坐在办公室。刘军过来跟他说。实在不行就让他们走吧。 毕竟涉及到香港。这件事闹大了也不好。但这一次刘勇是坚决不放人。他说这是沈阳。就是天王老子来了。那也不好使。 但是正当这俩人说话的时候。刘勇的私人电话突然响了。电话那头的人。不知道说了几句什么话。刘勇就匆匆的出门。临走的时候说要去机场接一个人。但是谁也不知道。这个朋友是谁。 之后在当天晚上六点钟。刘勇又打电话给吴敬明。让他送刘德华去机场。并且给刘德华和经纪人。都已经买好了去香港的飞机票。那这事到这才算是告一段落。 那么。刘勇接到的那通电话。到底是谁打来的电话?那头的人究竟说了些什么?刘勇急匆匆的去机场。他要见的人又是谁呢?这个人究竟有什么通天的本事?能让如此膨胀?如此厉害的人?就这么把刘德华给放了呢?因为演唱会上的一场风波。刘德华和他的经纪人被困在了沈阳。 此时。俩人急得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。眼下这形式。确实很危急。两人都在担心在刘勇的手底下。自己会不会出什么意外?万一真的出什么意外了?有个三长两短的。那这趟可就亏大了。但另一边的刘勇这边。他却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。在电话里没聊几句。 他就赶紧下楼坐上了自己的奔驰车。到了机场。说是要接一个神秘的朋友。之后的当天晚上六点钟。刘勇又突然给手下打电话。 让他们把刘德华送到机场送他们返回香港。可以说这件事情。突然出现了一个180度的大转折。事情其实是这样的。说刘德华当时在酒店的房间里面。 看到这个外面都是刘勇的人。他这才意识到。自己这是被软禁起来了。一开始他确实慌了。但是人家怎么说。这也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明星。见过的市面也是非常多。所以说没多久他就冷静下来。冷静下来之后。 他当机立断。打算第一时间给香港那边的朋友求助。但是电话拿起来。他却发现酒店房间里的电话线被人剪断。这个情况如果换成一般人。 在当时那个年代。可能还真的就没智了。因为那个时候。还没有现在这样的手机。还没那么普及。有钱的人最多也就配个大哥大。配个笔机。好在刘德华好歹是个大明星。这些东西他肯定也是有的。也多亏了这些东西。才让刘德华跟外界取得了联系。才救了他一命。 刘德华当时第一个想到的求助对象。是自己的好友任达华。因为任达华的哥哥。是香港警戒的一个高层官员。他琢磨应该能帮上忙。但是电话打过去之后。 刘德华得到的却是一个坏消息。这任达华的哥哥帮不上忙。因为第一这不是在香港。是在沈阳。这可是刘勇的地盘。 甚至在这很多警察都听刘勇的。第二。刘勇这算是黑社会。属于是黑道。但任达华他哥哥属于白道。香港那边的白道在怎么管。也不好管东北这边的黑道。 所以说使不上进。那没办法了。任达华这帮不了刘德华。只能再换一个人问。他心想既然白道不行。就找黑道。是香港那边黑道他也有认识的人。 于是他就联系到了在香港的另一位朋友。叫向华强。向华强不少朋友应该也都知道他。挺有名的一个制片人。也是演员。比如说这个赌神赌侠。 而那个龙武就是向华强演的。那这个向华强。可能有朋友也不清楚。他其实也是黑道出身。也是当地某一个大帮派的核心人物之一。可以说在当时的香港。也是很有话语权的。 所以说。刘德华当时就联系到了这个向华强。向华强他在得知这件事情以后。肯定也是愿意帮忙的。但是他心里边也有顾虑。也在犯底估。想自己确实是有点势力。确实也是属于这个黑道上。但问题在于。刘德华他远在沈阳。这地太远。自己就算是有个三头六臂。那也够不着。 就算自己过去了。俗话还都说。强龙难押地头蛇。估计也办不了刘勇。但这时间眼看着一分一秒的过去。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。就在刘德华这进退两难的时候。想华强突然想起了一个人。想到这个人之后。他马上就叫刘德华说放心。只要这个人肯出面。 那他基本上也就平安无事。而像华强嘴里说的这个人。不是别人。正是在东北乃至在全国都响当当的人物。赵本山。赵本山咱们都熟。 优秀的老艺术家。即便是在那个时候。赵本山也已经上过很多次春晚。拿过很多的奖项。 并且当时人家还被评委了德义双新艺术家。所以他自然有非常非常多的拥护者。更何况是在赵本山的东北老家呢。 所以在东北。赵本山那肯定也是一个有头有脸。很有地位的人物了。 向华强赶紧就跟赵本山这连线。那赵本山后来在得知这个事情以后。他也意识到了这个事的严重性。 这是发生在东北。自己出手帮忙也是应该的。出了这样的事情。他肯定不能亲自出面。 你想想。对付这么一个黑道头子。著名老艺术家的本山大叔亲自冲锋上阵。着实没必要。影响也不好。 于是当时赵本山就把这件事。嘱托给了自己的议员得力干将。他叫张家豪。有张家豪出面代表自己。去跟这个刘勇交涉一番。 那接下来就把这个视角放回到刘勇身上。说本山大叔在得知这件事情以后非常热心。马上给刘勇就打了一个电话。 所以说当时刘勇接到那通神秘电话之后。一直感觉不敢怠慢。慌慌张张的。其实就是赵本山打过来的。赵本山和刘勇俩人。 在电话里简单的交谈了一番。赵本山也大概得知了整件事情的前后经过。他劝刘勇稍安勿躁。并且告诉刘勇说。 已经让张家豪坐飞机前往沈阳了。他们俩当面把这个事再唠一唠。再聊一聊。所以刘勇这才急匆匆的坐车去机场接人。 那接的不是别人。正是奉本山大叔之命。前来见刘勇的张家豪。那么。这个张家豪。他又是何许人也。赵本山为什么会派他来代表自己出面?张家豪这人也很有来头。此人现在是本山传媒的副总裁。位置仅在赵本山之下。 张家豪。1971年出生在河北省石家庄市。鸾城县石家庄人。年轻的时候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闯荡。在北京偶遇了赵本山的助理赵刚。两人当时相识之后。发现是一气相投。相见恨婉。最后结实成了好哥们。好朋友。 所以后来。这赵刚就把张家豪又介绍给了赵本山。希望能够助本山大叔一臂之力。而事实也证明。赵刚果然是没有看错人。张家豪是能力极强。很快就帮赵本山。把这业务打理的事井井有条。而且张家豪这人。做人做事也非常讲义气。重情义。 由此是深得本山大叔的喜爱。那么。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面。张家豪逐渐地成为了。赵本山眼中最信任的人之一。不过在这的话还得说回来。赵本山之所以派张家豪去见刘勇。 也不单是因为张家豪的业务能力强。除了这个原因。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那就是张家豪在来到赵本山身边之前。他在老家石家庄的时候。 其实他也是一个有着很深背景的黑道大哥。国内影帝红雷歌主演电视剧。征服的原型张宝林。张家豪和张宝林就是同一时期的社会人物。跟张宝林一样。张家豪也是很有头脑。黑道地位也非常高。说当时石家庄的黑道环境。那就是群魔乱舞。不少黑道头目因为帮派之间的各种斗争。 那是死的死坐牢的坐牢。但是张家豪却是少数。借着自己的本事。成功地保全了自己。并且走上正道的人之一。后来。张家豪来到北京。在认识赵刚之前。他是在一个叫做斯卡拉业总会的地方。当安保主管。据说当年在北京。最不敢惹事的有两个场子。 可能就有这个斯卡拉原因之一。就是人们都忌惮这个张家豪的势力。由此可见。这张家豪的确是非同小可。那咱们再说回刘勇。 当天下午4点左右。刘勇到机场就接到了张家豪之后。二人一同坐到了刘勇的这个奔驰车里。前往嘉阳集团办公室。 此时。刘勇心里也在一直犯低估。是确确实实没想到。这件事情竟然传到赵本山那。而且。赵本山还出面帮助刘德华。还专门派人来沈阳跟他交谈。别看刘勇平时那脾气火爆。做事心狠手辣。 其实他心里边也是很敬畏这个赵本山的。赵本山毕竟是东三省最早出名的草根明星。又是自己的前辈。而且说实话。刘勇他也不清楚给赵本山实力到底有多强。这个实力。即包括明面上的实力。也包括他看不见的力量。他也不知道赵本山的背后。是不是有什么大人物在撑腰。那如此一来。 刘勇的心里更没底了。他自然也就不太敢把这个态度。表现得很强硬。再加上坐在身边的这位张家豪。他也早就有过耳闻。知道这位也是不简单的。原本在石家庄就有着不小的实力。后来又跟随了赵本山。肯定是进一步的扩充了自己的实力。不然这赵本山。 也不会派他来跟自己见面。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之下。两人谈了没多久。刘勇的心里就开始动摇了。他思考了一会。决定还是得给赵本山这个面子。毕竟自己的事业正在上升期。 要是得罪了赵本山这个大腕。那后果估计是难以想象的。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在沈阳。甚至在东三省的发展。所以最后。刘勇决定放刘德华和经纪人回去。 并且在刘德华顺利回到香港以后。把剩下的一百五十万也如数打了过去。这件一波三折的刘德华事件。也算是正式的画上了一个句号。但刘勇不知道的是。暴打刘德华这件事。 却是他这辈子干的最后一件大事。因为在这事之后。刘勇的人生之路突然就发生了转折。而这个转折。跟一个人有着直接的关系。1999年7月2号。时任沈阳市副市长的马向东。被中纪委双规。 9月29号。以涉嫌挪用公款。贪污等罪名。正式被检查机关逮捕。而随着这个马向东的落马。刘勇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。那么。大伙肯定好奇了。这马向东的落马。跟刘勇有什么关系呢?这两人之间。是不是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关系?有一些特殊的联系?没错。 前面就说过。说这刘勇的背后。有一张巨大的关系网络。而这个巨大的关系网络中间的中心人物。正是这个沈阳的副市长马向东。他作为刘勇最大的靠山之一。马向东的落马。也昭示着刘勇的好日子。终于快到头了。那咱们就先说说马向东这个人。 这位曾经是沈阳市最年轻有为的干部之一。从一个小基层科员。到沈阳市商业局长。再到市长助理。可以说那是一路青云直上。 后来。1993年40岁的马向东。在人大选举中。击败了后来在锦州任市委书记的张明奇。当上了沈阳市副市长。五年之后。又升为了常务副市长。分管财政土地和城建等诸多部门。权力非常巨大。 而刘勇和马向东。是在五年之后。1998年经朋友介绍认识的。说当时有一位相声演员来沈阳演出。演出结束以后。刘勇请这个相声演员吃饭。 于是也邀请了这个马向东做陪。吃过饭刘影。又邀请这位相声演员和马向东。一起到家里喝茶。聊天临走的时候。他就顺手给这个马向东的秘书。塞了一个黑色小包。 这包里装的是二万美元的现金。这意思很明白。是想通过钱来贿赂马向东。以后多多照应。这也是刘勇。 刘勇。经常跟有权的人打交道最常用的方式。果然。这个金钱的力量还是非常巨大的。之前也说了。1997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。是刘勇最如日中天的时期。他的黑帮势力日渐强大。他的企业越来越出名。 所以刘勇的野心。也是一天比一天大。在1999年2月的一天。这天刘勇闲着没事。一个人在沈阳的中央路上溜达。这个中央路沈阳人称叫他中街。 是沈阳著名的商业街。这个地方那是商谷云集。历史悠久。非常的繁荣。历史三百多年以来。这条街的逐渐发展。成为了一个寸土寸金的繁华商业区。 哪个商城如果在这中间能够占据一席之地。那可就不得了了。等着发财吧。那当时走在这条中街上。刘勇的心里突然就产生了一个想法。他想。要是能够把这一大片土地。这一大条街。全都据为己有。那自己起步成了亿万富翁了。想到这。他就想到了马向东心。 想整个沈阳都归他管。让他把这么一块地方画给自己。起步是非常简单。于是1999年2月19号。刘勇就独自一个人开车来到市政府。走进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办公室。两人提前已经约好了。马向东也知道。刘勇这次来的目的。果不其然。刘勇坐下之后寒暄了两句。 就笑吟吟的从皮包里面。拿了一个牛皮纸档案袋交给了马向东。马向东微微一笑。点头会议。收下在这个档案袋里。装着十万美元的现金。 那刘勇这次的目的很简单。就是想让马向东把中央路商业街这块地方。 名正言顺地画给自己。马向东一听。说没问题。这是包在他身上。只要上边下发一个文件。这块地就归刘勇了。但是这次之后过了一段时间。 刘勇一直没有听到。有关这个土地画播文件的消息。心里边难免有点着急。于是一天下午。他就邀请马向东到一家大饭店吃饭。马向东很准时。早早的就到了。 之后在吃饭期间。刘勇自然是少不了要提一提。他最关心的那块土地。一边说着。他把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超市塑料袋。交给了马向东。这袋子别看不起眼。这里边装的可是五万美元的现金。都是一百美元的票。 每百张一捆。一共五捆。马向东也没看。跟上回忆一样。没客气。照单全收。并且当场跟刘勇说。叫他放心。这事过几天肯定给他办成。这回马向东确实是说到做到。这顿饭吃完以后。没过几天。到了4月20号。刘勇就收到了一份马向东寄来的文件。 这个文件。这个文件的标题是。关于向沈阳市百家集团。行政划播国有土地的批复。在这个文件当中写道。你单位报送的沈阳市国有土地申请书。及有关土地协议收息。经研究献批复如下。同意将坐落于沈阳市沈河区中央路。国有土地2409平方米。划播给百家集团使用。用途为商业用途。 用途。大伙想想。在沈阳市最繁华的商业区。而且是在这个商业区的黄金地段。以行政划播的方式。 取得了24000多瓶国有土地商业使用权。这是多么牛逼的一件事。而且还是以行政划播的方式。无偿地划给百家集团。 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商业开发权。要知道。行政划播这种方式。让他的嘉阳集团免缴四费一税。和国有土地出让金等等。好几千万的税金。得知这个消息以后。刘勇纳士勒开了花。 在批文下达两个月以后。沈阳市地价评估事务所。就对这块地做了一个评估。评估之后。出了一个土地资产评估报告书。这个报告书里边写着。这块土地的资产价值高达3.5亿元。 也就是说。单单是取得中阶这块商业用地。刘勇就拿到了3.5亿的资产。之后为迅速站住这块地盘。刘勇是用打杂的暴力方式。强行拆迁了这的很多房屋。然后全都建成了自己的门店。之后在1999年9月。刘勇正式就任嘉阳集团的董事长。可以说。 他已然成为了沈阳的商业巨头。而在这里面起到关键作用的。就是马向东。这个百家集团和嘉阳集团。实际上是一个东西。一个集团。为什么一开始叫百家?后来改名了呢?因为当时。刘勇在把这个百家集团做大之后。还发现在香港那边。也有一个百家集团。人家不乐意了。 所以后来这才改成嘉阳集团。所以说。您听到说百家集团。嘉阳集团这是一个。不要感到意外。这个是前后三次。刘勇向马向东输送了17万美元。可以说只用了17万美元。 就得到了一块。资产估价为3.5亿人民币的商业用地。而且这个商业用地的后续开发。价值可以说是无穷尽的。 这跟空手套白狼没什么区别。所以不得不说。这刘勇的确是有自己的手段。尽管说。这个马向东是刘勇贿赂过的权力最大的官。但刘勇认识马向东。细心的朋友应该注意到了。 他是在1998年认识的。1998年那个时候。刘勇的势力早就起来了。那么。在最早的时候。刘勇还没有这么大的势力的时候。又是谁在他背后帮助他。让他做起来的呢?这里面的高官郑耀那可就多了。 1995年初。刘勇先是贿赂了时任沈阳氏。和平区劳动局副局长高明贤。和局长林德秀。以此承包了太原街中华商场。前面也提到过很多次。说刘勇一开始在太原街有一个家电商场。这个商场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得到的。那这个地方后来又变成了刘勇的百家超市。 百家超市的历史。前面也讲过。说干起了这么两个大门脸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。刘勇开始纠集一些地痞无赖。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。 再之后。因为和警方接触比较多。那刘勇就先后又和和平区公安分局的朱翅。王庭、孙奇铁等等警察相识。 那么。在这些警察的帮助之下。刘勇犯下的多起恶性伤人事件。也被平息下来。甚至说。这几位警察还多次出现在刘勇的私人聚会上。 时不时的还充当刘勇的打手。例如说1998年。刘勇在饭店包厢。废掉李俊言的左腿的时候。当时他开枪用的那个枪。就是这个朱翅的枪。 所以说。随着不断的成长。刘勇的这个腐蚀能力也是相当了得。那么刚才说到的这几个人里面。有一个叫高明贤的。这个人需要着重说。 他是除了马向东以外。刘勇所依赖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高官。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。可以说。甚至比马向东给刘勇带来的帮助还要大。 在最开始的时候。我们就说过。刘勇这个人有着很多身份。除了嘉阳集团的董事长和黑社会大哥以外。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。也是他自己最看重的身份。那就是沈阳市的人大代表。 他把这个人大代表。看成是通过政治身份。来取得更大的经济利益的一个最佳途径。据说。这个刘勇当时他的名片上。他的这个身份。各种头衔罗列了多达十二项。在其中第一项。就是沈阳市人大代表。第二项是沈阳市工党直属支部组委。再往后才是他的企业。 那么。我们的问题就来了。这样的一个黑帮老大。又有诸多的案底。他是怎么当上人大代表的。这个时候。这个高明贤就出现了。这个刘勇最大的一个案子。前面说过。1992年。他在太原接西井。打伤了派出所副所长刘宝贵。之后逃到广州。 但后来他还是被抓回沈阳。虽然最终他靠自己的关系被无罪释放了。但这个案底还是留下来了的。那这件事情呢? 时任和平区劳动局党总之书记。肩负局长的高明贤。他当然是知道的。 那么。明知刘勇是一个多次犯罪的坏蛋。作为党总之书记。和负责人大代表推荐工作的领导之一。高明贤为什么还要推荐刘勇。去当这个人大代表呢?原因很简单。 就是因为前辈。从1996年开始。刘勇连续四年春节到高明贤家串门。 1996年和1997年。分别送了2万。1998年送了3万。1999年又送了2万。高明贤两个儿子结婚。 刘勇第一次送了1万。第二次送了5千。总共加起来一共他送了11万。有了这些钱做铺垫。从1996年初开始。高明贤先是找到了劳动局长林德秀。在取得林德秀同意之后。他先后又找了平区有关领导。以劳动局党总之的名义。推荐刘勇为区政协委员。而刘勇的那些斑斑劣迹。 早就被他给有意的隐瞒那么。在这正负两位局长推荐之下。1996年4月。刘勇很顺利的就成为了和平区的政协委员。 在之后。第二步就是人大代表。跟之前一样。高明贤先是取得了这个林德秀的同意。之后在没有经过劳动局党组织研究情况下。 又直接把刘勇推荐为了人大代表候选人。又一次故意的隐瞒了他的种种犯罪事实。于是。后来在1997年年底。 在235名代表。参加投票选举的沈阳市和平区人大会议上。刘勇最终以1997票赞成。当选为沈阳市第12届人大代表。 这事办成了。1997年初。为表感谢在劳动局政局长林德秀。在他的办公室里。刘勇又给这个林德秀送上了10万人民币。当上了人大代表。 有了这一层护身符。刘勇开始利用这个身份参证一证。开始不断地编织关系网。扩大自己的关系网络。也正是借助这个身份。刘勇在自己这张大网当中。编织了无数个网点。 这也导致后来。随着马向东的落马。随着刘勇浮出水面。还有更多大大小小的官员。全都牵扯进来了。除此之外还要说的是。除了利用这个政治身份。除了利用这些手握大权的高官政要。为自己保驾护航以外。刘勇还充分开发了亲戚资源。 签署资源。用这些资源也打造了一层保护伞。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到刘勇的父亲。刘勇的父亲前面一直没提过。这个刘勇的父亲。在退休之前。他其实是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。一个审判庭的庭长。在法院系统工作。所以说。在这个系统里边。尤其是沈阳市中院工作的很多法官。 可以说。都是刘勇父亲的老同事。老领导和老部下。刘勇的另一个重要人物。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。 叫交玫瑰。这个人就是当年刘勇通过他父亲认识的。刘勇就巧妙地利用并且发展了这些关系时。 得他在遇到麻烦的时候。能够屡屡化险为夷。 除了这个叫交玫瑰以外。1997年3月。原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石。在装修新房子。刘勇一听。赶紧送上人民币20万。 1997年11月。刘勇得知这个沈阳市中院。准备组织一个团体旅游团建。刘勇二话不说。 就又送了三万美元。当作这个赞助费。这些打电一一路为刘勇是保驾护航。直到最终马向东的落马。 1996年到1997年间。在政治身份的帮助之下。刘勇的发展速度。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。 以黑宝伤是刘勇经营自己的不二法门。他坚信这个办法。一定会让自己成就一番大事业。于是他一方面积极收鞭打手。配备了九种不同的枪支。各种匕首砍刀也是应有尽有。 另一方面。以他的弟弟。也就是和平区公安分局的刘勇。以他为首的一批警察。后来也加入了这个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。从那以后。刘勇黑到白到两道通吃。他这个发展势头那是一发不可收拾。 在之后。1998年。刘勇又把这个贿赂目标。转向了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。这就跟前面说的中衔接上了。前面刚刚说1999年4月。刘勇通过贿赂马向东。获得了中阶商业区2.4万平米的土地使用权。说当时这中间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。 这个商业区里有一个大药房。他不愿意拆迁。于是刘勇就采取一个打杂的手段。把人家的店面给强行给拆了。药房老板很生气。一指诉状。把刘勇告上法庭。但刘勇早有准备。他用金钱。就贿赂了这个沈阳市中院的副院长焦玫瑰。焦玫瑰不用说。直接帮他把这事给平了。 后来作为答谢。在1999年10月。刘勇又给焦玫瑰。送了一套价值21700的名贵家具。 在后来。还送了一部手机。另外每逢过年过节。焦玫瑰毕竟属于长辈。刘勇还过去拜年。 同时每一次拜年还带着红包。就这样一来二去。一共是送了3万美元和3万人民币。但是他们这好日子并没有过太久。 马向东在副市长的位置上。这屁股还没做热。1999年9月29号。他就因为赌博和受贿。被沈阳市检察院依法逮捕。而且马向东这嘴松了。跟棉哭腰似的。一下子把所有事都交代了。他也是为了自保。 他告诉警方。说他的这个巨额赌资。不是从沈阳市的这个财政公款里挪用的。而是沈阳本地的某个富商给的。这个富商的不是别人。正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刘勇。就这样。沈阳警方把这刘勇又列为一号通缉目标了。2000年7月3号。辽宁各大媒体就公布了一条悬赏通缉令。 沈阳市公安局悬赏5万美元。吉拿身身为嘉阳集团董事长的刘勇。同时对刘勇的4名同伙。也分别悬赏2万元。而这一次面对警方的抓捕。刘勇背后的关系。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帮他化险为夷。因为落马的这个马向东。位置实在是太高了。这可是沈阳市的副市长。副市长都下来了。 谁还敢帮着刘勇。而且。沈阳警方。其实早就盯上了刘勇的这个黑恶势力团伙。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。和直接的证据能够逮捕他。直到这次马向东落马。 才终于让他们找到了最好的机会。所以说。在这几重压力之下。刘勇这个关系往一瞬间彻底溃散。之后截止到2001年1月19号。 沈阳市警方。一举抓获了多达45名刘勇团伙的成员。另外还有8名警察。也被查出参与过刘勇团伙的犯罪过程。但头疼的是。这刘勇本人却依然没有被抓获。 他去了哪呢?原来。在得知马向东被抓的消息后。刘勇马上就带着妻子刘小军。逃到了边境城市黑河。然后在一个外号叫二姐的朋友的帮助之下。和妻子花了2000块。办了两张到俄罗斯旅游的假护照。可没想到。这假护照质量太次了。他们经过这个出入境边检站的时候。 刘勇的这个假证件突然触发了警报系统。那警察马上就出动了。刘小军当场被抓获。但刘勇趁机逃走了。不过人生的不熟的。也没跑多远。后来在公路上被盘查的警察又给抓获了。那被捕以后。刘勇意识到完了。于是趁人不注意。也一口气吃了200多片安眠药想自杀。 但没想到警方第一时间发现。马上给他送到医院里边强行洗胃。最后给他就回来了。刘勇一看。也知道大势已去。也就不再挣扎。 后来2000年7月14号下午。刘勇就被警方押回了沈阳市。 一个月之后8月15号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。对这个轰动全国的。刘勇特大黑恶势力团伙案件。做出终审判决。 刘勇因为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。故意伤害罪。故意毁坏财务罪。非法经营罪。行贿罪。非法持有枪支罪。妨碍公务罪。等等多项罪名。 罪罪并罪。一审被判处死刑。缓期两年。这个结果一出。可以说是大快人心。但是当时群众们一听这个结果不高兴了。引起了大范围的不满。这是为什么呢?原来。大伙实在是太烦这个刘勇了。大伙都怕这个刘勇在监狱里边。再找个什么关系。再玩个金蝉脱锹又被假释了。 那不就功亏一篑了吗?所以。当时大伙都不太高兴。全都呼吁说不能缓刑。赶紧枪毙了得了。于是在8月22号。法院最终裁定取消缓刑。立即对刘勇执行死刑。当天中午11点09分。刘勇就被接受了注射死刑。自此。这个作恶多端。 十恶不赦。把沈阳脚的昏天黑地的黑帮头子。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好了。本期故事到此结束。我是主播老黄瓜。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。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 请不吝点赞。 请不吝点赞。